来咱们说说朝鲜 彭博社的报道这件事大了 之前呢我们讲先派了一万二 当然有人讲是一万五 这个士兵在那已经在前线打仗了 今天呢到处都在传一张照片 有一个朝鲜士兵吓得浑身哆嗦 那都晕了没见过那种场面 你想他原来在朝鲜基本上的素质 就是大刀长矛的素质 衣裳那满天的无人机大装甲 现代化战争他哪见过这位 吓得浑身哆嗦 后来呢是也是彭博的报道 后来说加到了八万八千人 和最后三派大概要派将近九万 我们在新闻列报过 结果现在彭博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 说最终朝鲜会向俄罗斯派遣多达十万军队 当然呢这里边不是一次性完成 逐步他得有训练 他那个兵到那根本不能用 一个是要有训练的时间 同时呢要去轮换 有的部队打残了 回来然后再用新的部队去轮换 大概呢要上十万兵 这时候呢 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 这是人物大家心里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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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解释译点译点文字 在建讯上看到有个人 mempunyion 大 Pig缘的材料 哪里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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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打敲数不可糟 超过一个人体重来 所以就是应该 那里ں是一个女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